第四季节目 早知道 还得试 诶 老师 你看这是什么 索尼最新出的降噪头带一千参目 哦 诶 你就不想试一试 唉 索尼降噪头带已经用了四年了 体验原地踏步部署 它每次都是在夏天发布 谁知道的诸啊 你别管那么多 你试一试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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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可以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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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 这不是我熟悉的索尼 以前我听的索尼降噪耳机 低频多且糊 层次 那就是没有层次 中高频的表现既不清澈又不明亮 和低频的糊一结合 那就是闷 现在 大变样了 诶 当然 那是和它同级别的相对耳机比 XIM5的声音风格变化不大 但三频相对均衡且各有层次 低频虽然有点糊 但也就是一点点 中高频好了不是一点半点 中频一毫 听听紫祥 听听智炫 听听小侠 听听老韩 都十分带劲 这音质可以呀 多少钱 2999 快拿走 第三方 已经降下700 嘿嘿嘿 嘿嘿 那个 你快给我 我的星星月还没布 你让我试一下 我试一下又不要你个毛 我给你试了呀 我试一下 这种蓝上加蓝的场面 我不希望再一次发生 虽然XM5的音质是一耳朵提升 但这个提升主要在蓝牙LDAC模式 和开机有线连接 蓝牙AAC模式下 XM5的音质优势会小一些 可是我用的是iPhone啊 不能用LDAC啊 但是你可以用 Dentway的手机可呀 好在三四百的二手安卓机 很多都能支持LDAC 我就找了一个家里的老安卓来用 千万不要 关机有线连接 这个状态和开机 完全是两个耳机 如果开了机的声音值1000 宽了机就只能值200了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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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有线连接使用时 咱还是开机使用 MING 相比音质来说 降噪就没那么惊艳了 可能是之前已经做得很好了 也有可能是瓶颈无法突破了 XM5的降噪还是那样 对平稳运行的汽车地铁这类噪音更明显 面对人声 什么特辣 什么微微辣 都别我这来沾边 沾边 你跟我说一下为什么不吃辣的 因为我就是 风噪 装修声 或者这样吱嘎作响的公交车 这类声音 它还不是我梦想中的降噪效果 如果你只想开启降噪不想听歌 那么你依然能听到周围的人声 拿降噪同样不错的QC45做个对比 空调运转的声音 QC45就明显比XM5一直得好一些 你以为我要大赞QC45的时候 我却还是选择了索尼 不知为何 使用BOSE QC系列的耳机和AirPods Pro 我都会因为降噪感到悬晕 只有索尼的降噪耳机 无论佩戴时间长短 都不会有问题 还真是 音质降噪我都要 降噪你都拿BOSE来比了 刚才音质你怎么不和BOSE比啊 音质啊 比 不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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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 即便降噪耳机有环境音模式 可在路上行走 或与人对话时 我还是习惯把耳机拿下来 因为我觉得环境音模式听到的声音 和直接用耳朵听到的有很大不同 让我缺乏安全感 我在地铁通勤时 浅识了一下XM5的环境音模式 我已经能带着耳机判断环境里声音的方位了 并且以前环境音模式下特有的底噪 现在也小到可以忽略 可我也就是浅尝则止 我还是更喜欢听歌就降噪拉满 走路我就专心注意周围 如果迫不得已 要在戴着耳机时接打电话 XM5的通话也能让我顺利的完成 喂 喂 哪有家 啊 是的 是的 增高价 增高价上了吧 那个周边 还没有呢 你不是说要过几天吗 哦 其实那个新款的卫衣很漂亮 哦 不是卫衣了 T恤了 很漂亮的 哦 对对对 哎 我觉得蓝快啊 后面还有一件还没上呢 哦 对对对 哎 我觉得蓝快啊 后面还有几件还没上呢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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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欢那个红色的那些 哎 我也喜欢那件红色的 哎 我也喜欢那件红色的 对对对对 那就这样吧 那就这样吧 好 拜拜 拜拜 嗯 那就这样吧 那就这样吧 好 拜拜 拜拜 注意鼻鼠啊你们这外面 拜拜 哦 通话效果确实不错 XM5对我来说佩戴非常舒服 长时间佩戴也没问题 我们再来和45对比一下啊 45的耳罩偏硬偏小 像在耳朵上扣了两个杯子 而XM5像给耳朵套了两个软棉的大沙发 我的大耳朵在耳罩里也不用蜷缩 但是到了头梁 XM5做的又细又长 像个称王 关键 为了做这个和AirPods Max同款拉伸结构 这耳机居然不能折叠了 以前只能折一边就已经够反人类了 哼 现在直接放弃了 关键收纳包这么大 索尼 你干脆送我个双肩包得了 标准答案不是没有 索尼你操一操吧 你这个也是索尼的啊 对啊 你操操自己嘛 它的缺点除了收纳体积 还有这不可更换的耳罩 它的下场只能是脱皮吊渣 看看果子 快速更换 索尼 你学着点啊 啊 这个你可别跟果子学 XM5的缺点 在音质和佩戴舒适度面前 我都原谅它 至于价格嘛 还是那句话 快给我跳水 值不值得买 对于XM5 一开始我并不打算好好体验一番 心想 都出到五代了 索尼能挤出什么牙膏 可真的戴上后 更好的音质 舒适的佩戴 让我想把每一首喜欢的歌 用新耳机听一遍 这感觉像极了中学时的我 用饭钱买了一副新耳机 全新的音质加持下 我哪还管得了天热不热 哪怕耳塞和汗水已经在耳朵里打架了 我还是很享受 我忽然有点理解索尼的操作了 为什么要在夏天发布降噪大耳 也许他们想 如果有人会顶着三四十度的高温 带它出街 那不刚好证明 这耳机做得还不错 哎 还真被我碰到了 外观简洁好看 手感顺滑舒服 新材质也不像塑料容易磨损打油 可偏偏无法折叠 收纳体积是个大问题 设计7分 LDAC模式音质优秀 降噪虽不到经验 但也是第一梯队的正常水准 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 功能8分 实体按键结合手势操作 和之前的索尼降噪并没有什么区别 没有太多学习成本 易用性8分 2999元 价格不算便宜 但第三方已经降价700 2300嘛 性价比7分 索尼1000X M5 TESTV 主观综合评分7.5分 拿起来 举过头顶 哦 或许太高了 可它在我心里的地位就是那么高 转动 按响 那一声咔嚓 随着机械联动一个动作触发下一个动作 情绪的瞬间被定格下来 定格的不仅是我看到的 还有我心里感受到的 我是一名摄影师 我有我说话的方式 那些看起来静止 却是流动的影响 好 节目看完了 那你觉得这个产品能够得几分呢 请在下方的视频简介中寻找链接 给它打个混吧 那本期发趴呢 因为我们今天节目上的有点晚 所以呢 我们为了不把这个资金搞混乱了 所以我们就在下周趴它 下周啊 大家一定记住下周来趴起来 好 淘宝评论上一个电视啊 这个是关于我们实在T恤的 这个T...09说 不得不说宝贝品质真的很好 棒数也很重 穿起来就感觉质量真好 还送了贴心的外包装盒和感谢信 铁丝感动 泪流满面 只要你们喜欢 这就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 如果还没有进到我们淘宝店里 或者赶紧进我们淘宝店里 看一看啊 它已经装修患然一新了 谢谢大家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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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都是你好 那边我们男老师讲两句 嗯 给个面子 啥啥 快点 闭嘴 闭嘴 还在闹 还在闹我 安静了 安静了 好 安静了 你要是没有接触过索尼耳机的朋友 当然你想体验一下这款耳机 我觉得不错性价比 性价比差一点啊 但是效果还是不错的 然后如果说你是一个索尼耳机的老用户的话 我觉得就隔代购买 懂我意思吗 隔代购买 如果说你是三代 或三代以前的用户 就是说等它跳水过后再购买 这个大夏天你买来干嘛嘛 这么热带上去 你看我还不带呢 我就哗哗哗往下聊水呢 要是你现在买来过后 你不体验它 总觉得又亏了点的吧 那么你带在外面来 总觉得又热了点 这不是自己花钱给自己买最受吗 对吧 那么你在死了一代 又体现不了它降噪的效果 所以说你要买它 前提是 第一你是隔代购买的用户 另外一个就是 你没有体验过索尼降噪耳机的 你可以买一买 那种购买了四代的小伙伴 我们建议是没必要 对吧 虽然说它这一代的外观坏了 卡满了 卡满了